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在5月底廣州那邊爆發了新一波疫情, 正常來說會對澳門旅遊業有一定的影響。 今次我們就找到一些和酒店業相關的數據 給大家參考一下, 不過由於是5月底才爆發疫情, 我估計在數據上都未反映到什麼, 最大影響都應該是6月份。 我們現在就一齊看數據方面是怎樣。 根據統計記普查局的資料顯示, 5月份對外營業的酒店和公寓一共有115間, 同比又增加了7間, 可以提供客房數目上升了10%, 去到3.7萬間, 客房平均入住率不計用來隔離那些, 按年上升了50.2的百分點, 去到62%, 當中3星級和4星級的入住率都高於整體, 分別是70.7%和67.5%。 而在5月份, 酒店和公寓一共有76萬人次, 同比增加5.5倍, 內地旅客65.9萬人次, 本地住客6.8萬人次, 增幅分別是8.2倍和1.1倍, 住客平均流宿時間按年減少0.4萬至1.6萬, 2021年1月至5月, 酒店及公寓客房平均入住率去到51.3%, 同比增加21.2%, 住客增加71.5%, 去到290.8萬人次。 現在已過了半年, 這數是連2019年的十分一都未到, 平均流宿時間維持1.7萬, 5月份仍然未有隨團入境旅客, 而在本地參團旅客方面有8300人次, 用旅行社服務外出的本路居民有2.6萬人次, 其中去內地的佔了98.8%, 今年1-5月本地參團旅客同比增加1.3倍, 去到2.1萬人次, 用旅行社服務外出的旅客減少15.1%去到7.5萬人次, 按照上邊1個5月份的數據來看, 其實就已經反映到澳門當時是復甦的, 平均入住率就已經去到62%, 而3-4星酒店最高更加是可以去到70%以上的高, 主要都是因為這一類3-4星酒店, 他們的價現在真是超便宜, 最誇張的時候是可以去到300-400元一晚都有, 所以這個價錢就可以吸引到不少人來澳門公司, 如果不是疫情影響, 我相信在6月份這個數據應該就會復甦得更好更快, 如果到時疫情方面緩和了, 再加上港澳通關, 相信到時候一定會在賭收又或者旅客量方面都會大升, 但問題就是整體可以恢復到之前的幾多成呢? 和大陸那班大客還來不來得到澳門呢? 因為你除了一般的手信業之外, 在澳門的賭廳都佔了澳門幾大一部份的土修, 如果這部份未恢復得好足的話, 其實大家都真是還有一段日子要捱的, 和就算是以5月份來看, 其實整體的遊客量都只不過是恢復到去疫情之前, 2019年的25到30%左右, 還有大家都唔唔記得五月份勞動節黃金周來的, 今次長假期大陸那邊就無限制度出遊, 而在黃金周期間澳門所恢復的客量只不過是2019年的25%多少少, 是遠遠未去到合格線,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, 好多聚旅客生意的店舖現在都選擇關門不開不做的了, 今次這個數據之所以多了高了, 我估計都是跟五一的檔期好有關係的, 今集我們的數據就睇到來這裏, 大家有什麼看法就在下面留言了, 我們就下集再見吧,拜拜!